我现在在南宁火车站的丽礁桥下 这边是中华路 给大家环视一周 在火车站的对面 就是一个BRT的快速公交车站 两边都是这个站口 然后旁边就是地铁 1号线和3号线 1号线和2号线都是在这边换乘的 有人推荐说南宁的米粉特别好吃 尤其是老油粉或者是桂林米粉 我准备在附近找一家吃饭的地方 尝一尝这儿的老油粉 吃完了之后 准备在旁边看看自行车和野营站 在火车站的正对面是朝阳路 这边的快速公交已经出发了 看一看朝阳路两边的建设 大家看高楼大厦的南宁的建设 非常的雄伟啊 这边都是星级酒店了 我准备稍微走远一点 才能品尝到南宁的特色美食 在火车站旁边的大街上 周瑜找到了大家说的老油粉 桂林米粉 那就准备先尝尝老油粉吧 毕竟这两个粉呢都是桂林特色嘛 如果人多的话我就打包带走了 我看这边有正宗的桂林米粉 老油在这儿 那我就吃一个老油经典的牛肉粉吧 牛肉粉14这个 这边有个空座位 没人正好老板送了一瓶豆奶 这边挺实惠啊 不仅能够吃到老油粉 而且还有豆奶 第一次尝这个老油粉啊 它这是土猪鲜料的系列的 这边再加料 一会我的粉就从这个窗口出来 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我的老油粉好了 准备开吃 这个粉是属于这种宽宽的啊 然后牛肉 牛肉很劲道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呀 大家来说一下吧 尝尝这只粉 宽粉系列 此外这里面还有这个西红柿 好像是牛腩风味的 牛肉加牛腩 辣椒特别辣 味道不错 汤也挺鲜的 吃饱多足 准备走了 沿着这条大街一路走过来啊 在银行旁边突然发现了 这边有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的款式非常多 但是属于这种 看 这个是5000的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里面的都是2000的 最便宜也得1000多 本来打算是买自行车的 看到这个价格呀 决定放弃了 就在门口看看吧 那这个红色的 小孩的都1000多呀 看来这是属于品牌的 我先来继续看野帐篷吧 自行车先不看了 我现在顶着大太阳 一路徒步啊 就在火车站旁边发现了 这个批发市场 酒店的 还有这个家居的一英俱全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是这个盘子和碗 这边还有拖把扫把 衣服架 这边还有电动车的批发 嗯 这边是地毯水暖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帐篷啊 我找一找 还有冰箱家电 一英俱全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批发市场非常大 四通八达的 应有尽有 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找到 野营帐吧 就沿着这条主街走 我现在一直是戴着口罩啊 在这条主街上走 还没有发现野营帐 也没有进入到任何一家 这个室内啊 就是在外面 这边房子的建设很像是那种老式的建筑啊 大家觉得是几十年代的呢 我现在沿着这条街批发成 转变了 没有找到这个营帐 前面就是出口了 准备从这出去了 这个视频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结束了 结束了